陳柏洋昨天就是趕快切割他跟黑熊學院的關係 他說他只是這個 他不是黑熊學院負責人啦 他只是榮譽院長啦 曹新成回應他考慮控告國台辦發言人對他公然恐嚇 就陳兵華說的啦 以後他們如果來台 就要把他們送進法院 讓中華民國的法院 來制裁中華人民共和國轄下國台辦的發言人 你拿明朝的劍來斬清朝的官啊 你好英明啊 真的是 原來明朝的上方寶劍還可以斬清朝的官 曹董事長 您應該去跟美國的法院去提告 國台辦的發言人陳兵華恐嚇你 你看看美國會不會替你出這一口氣 如果美國都沒有辦法替你伸張正義 那很抱歉 曹董事長 我想 這個全世界應該也沒有其他國家能替你伸張這口正義了 連美國都不敢動 那你就摸摸鼻子認了吧 列列台獨懲戒名單 沈柏洋指責中國忌憚台灣民防發展 我有看錯嗎 沈柏洋 沈柏洋你好有趣啊 這次我們可不可以Cue沈柏洋來上節目 沈柏洋委員 我好想訪問你我覺得你好有趣啊 好不好 你知道我保證你我在此我誠摯的邀請你來上我的節目 我保證我一定讓你暢所欲言 我們現場直播嘛 你講我也不會咔掉你要不好 你真的來我們來好好談一談 就是大家 就是雖然我們各自有各自的立場 但是我們好好談一談就是 就是彼此對這個事情的看法 兩岸問題的看法 為什麼我們的認識會這麼難緣的北撤 沈柏洋你好有趣啊 好來 那個沈柏洋指中國忌憚台灣民防發展 好來 在共軍私食環台演習之際 國台辦加碼新增台獨頑固分子清單 沈柏洋曹新陳 好 那沈柏洋昨天就是趕快切割他跟黑熊學院的關係 他說他只是這個 他不是黑熊學院負責人啦 他只是榮譽院長啦 好那他也凸顯了 中國忌憚 台灣的民防發展 好來這個 好來這個我看一下我當然不是很意外 中國忌憚台灣的民防發展 好 來 呃 他說目前的職位是榮譽院長 避免擔任公職後跟民間團體有利益衝突 好反正這就是沈柏洋講的 好來 來沈柏洋說 他切割啦 他跟黑熊學院切割 他說 我已經 我已經不是黑熊學院的這個 創辦人了 大家說有五位啦 那我只是黑熊學院的榮譽院長而已 不要說是我 但是中國忌憚民防發展 忌憚 好來 這個是曹新陳 我們來看曹新陳怎麼講 喔 曹新陳也很刺鼻呢 喔 喔 來 但我知道如果中天要邀訪曹新陳可能是比較難一點 但我們盡力啦 陳柏洋看看有沒有機會 好被點名台獨頑固分子 曹新陳考慮提告國台辦恐嚇 好來 來那個曹新陳回應喔 他考慮提控告國台辦發言人對他公然恐嚇 就陳兵華說的啦 以後他們如果來台 就要把他們送進法院 太棒了喔 好來這個 就是曹新陳他要控告 國台辦的發言人 恐嚇 你怎麼可以恐嚇我們 我要提告 好 那這個就是 該怎麼講 我想 我 我也不知道 有一點那個叫什麼 Speechless 叫無言以對 但是我還是要評論 誰叫我是做這個主持人的 我要講 曹新陳你提告你就去告 你去跟中華民國的法院來控告 控告中華人民共和國 轄下國台辦的發言人 涉嫌恐嚇你 然後讓中華民國的法院來制裁中華人民共和國 俠下國台辦的發言人 你拿明朝的劍來斬清朝的官啊 你好英明啊 真的是 原來明朝的上方寶劍還可以斬清朝的官 真的 曹新陳你還OK嗎 我跟你講啊 我再舉一個例子啊 就是說 現在的兩岸關係 我拿三國演義來比你好不好 你跟劉備去控告曹超下面的某個官員 你跟劉備下面的這個法官 去控告曹超下面某個官員來恐嚇你 那你要劉備怎麼做 那我去制裁曹超嗎還是怎樣 這不是很好笑嗎 那除非你要去跟他打啊 是不是 你要 你就去跟曹超治下的法官 去控告曹超下面的官員 來恐嚇你 也就是說 曹新陳 你應該去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官 去控告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俠下的這個國台辦的這個發言人 涉嫌恐嚇你曹新陳 那當然曹新陳 你可能不敢去中國大陸那邊啊 講白就是明朝的劍斬清朝的官是不可能 因為兩岸之間到底 你講誰是明朝誰是清朝 誰是劉備誰是曹超 扯個不清 但是總之就是大家自權互不隸屬嗎 這大家都講互不隸屬那怎麼辦 我們要怎麼辦到他 我在此指曹新陳一條名路 有一個國家 他號稱常備管轄第一名 他的影響力無遠佛界 他可以在他的領土之外去制裁 去一個另外一個國家的境內去制裁 他覺得應該制裁的人 這個國家就是偉大的美利堅合眾國 所以曹新陳 曹董事長 你應該去跟美國的法院去提告 去跟美國的法院去提告 國台辦的發言人陳兵華恐嚇你 你看看美國會不會替你出這一口氣 如果美國都沒有辦法替你伸張正義 那很抱歉曹董事長 我想這個全世界應該也沒有其他國家 能替你伸張這口正義 因為連美國都動不了 如果這個您控告的對象 連美國都不敢動 那你就摸摸鼻子認了吧 是不是 所以曹董事長 你跟美國去控告比較有用 你跟中華民國去控告中華人民共和國 明朝的劍斬不了清朝的官 好不好 來 來 島嶼天光主唱喊 對中華民國沒感情 他盤點千萬補助 拿錢還嫌張 這個我也要罵一罵 這個我昨天沒有罵 我今天也要罵一罵 太陽花學運創作歌曲 島嶼天光 就是滅火器樂團的這個主唱 楊大正雙十國慶在社群平台發文 他稱自己對中華民國沒有感情 並稱將繼續打拚獨立建國的夢想 對此媒體人黃陽明 他統整滅火器近年取得的政府補助標案 必痛批 拿國家的錢還嫌國家髒 這種人就該 就是該罵 好 楊大正他怎麼講 他在這個淬上面表示 我對中華民國真的沒有感情 就不祝賀了 好 但我必須這個感謝所有民主前輩的努力 與犧牲 讓我們在這個土匪政權的框架底下 還能夠活在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 他把中華民國 成為土匪政權 好我們來看一下 來 那這個楊大正他還說 他拿中華民國的補助 但對中華民國沒感情 還批中華民國 楊大正他說問心無愧 他自己強調拿補助問心無愧 好來 這件事情火器音樂十年來問心無愧 儘管再怎麼認為中華民國荒謬 也是老老實實每年繳稅金 並擔任著產業推進的角色 所以他覺得他問心無愧 當他們想把我們攻擊為既得利益者的同時 也提醒了我們過去完成了多少美好的時刻 好 我還是講這個楊大正 你如果對中華民國沒感情 你覺得中華民國是土匪政權 那你拿中華民國給你的這個補助 波及黃陽明他就有講 他2016年總統就職有演出 2024年總統就職典禮演出 賴清德 蔡英文 國慶大典2016年演出 2019年演出 2020年 2023年 國慶都演出 2017年元旦升旗還演出 好 來 跨年演出啊 什麼高雄的 反正 你多年來講 你都跟中華民國政府的活動 都有合作 你拿中華民國的補助 但是你說問心無愧 對 我講真的 你這個就叫做 你又要拿 你又要罵 你就是擺明了在作賤中華民國 你既然對中華民國沒有感情 你就不要拿中華民國的補助 你就拒絕繳中華民國的稅 你可以拒絕啊 那你當然說 那我如果拒絕繳中華民國的稅 那我要被抓的管 可以嗎 你就盡你一個公民的義務嘛 你 你該繳的稅就繳 那事實上中華民國該給你的保障 也沒有少你的 對不對 但是 你今天拿了中華民國給你的補助 去發展你的事業 中華民國政府待你不薄 補助你 讓你發展你的事業 你也做出來很好 我們給你拍拍手 你也做出來了 但是中華民國也幫了你啊 對不對 不能說他補助你 你也做出音樂 所以你就不欠他 那人家補助你 那人家也可以不要補助你 你還是可以做音樂啊 那你幹嘛要拿人家補助 對不對 那中華民國的國慶典禮 也多次邀請你去演出 不要說你也沒拿錢 你也拿了錢啊 對不對 那你怎麼可以 又拿中華民國的 又罵中華民國的 你這樣還可以說你問心無愧 我請問你一下 你的心在哪裡 你良心過意的去嗎 中華民國給你補助 發展你的音樂事業 然後你在罵中華民國是土匪政權 你對他一點認同都沒有 我尊重你的認同 但是你不要拿中華民國的補助 如果你今天一毛錢都沒拿他補助 你也不去參與這個土匪政權的國慶大典 那我尊重你 但事實上 你該拿的一毛錢也沒少拿 該賺的一毛錢也沒少賺 但是你該罵的 你罵得比誰都狠 中華民國何其不幸 有你這樣的人 這個叫做白眼狼 背骨仔 我講真的 這個 什麼叫做 這個 又拿中華民國的又背叛中華民國 這種就是 背叛中華民國最好的這個 例子就在這裡 大家動不動就出征 出征這些什麼藝人 又說什麼 你們常常就是拿台灣的賺台灣的又出賣了台灣 還怎麼樣 動不動講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之前那個什麼 翁曉玲委員不是講我也有繳稅對不對 那那個什麼486 486先生就說我睡繳的比你多 那這個時候這個滅火器 楊大政又說我中華民國又有繳稅啊 那486你要不要出來 你稅也繳得比他多啊 這個不是比誰稅繳得多 誰有沒有繳稅 是說你今天一個國民應盡的義務 你盡到了 是不是 好 OK 但是你國家沒有虧待你 你既然不認同這個國家 你就不要參與這個國家的國慶大典 你不要拿這個國家的補助 那你拿了 你不要說嘛 你不要批評這個國家的這個 這個東 這個什麼 這個國家的土匪政權又怎樣 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講法 這個就叫吃飯砸鍋 中華民國能夠包容你這樣子 是對你最大的寬容 我真的覺得 這個楊大政主唱 你如果真的對中華民國 這麼沒感情的話 你2016年到 反正到2010幾年 你參加的這些國慶大典 你應該拒絕參加 你應該要敦促蔡英文總統 你必須要把國號去改掉 不然中華民國的國慶 我是不會參加 因為這是一個土匪政權 很簡單嘛 顯然今天對於楊大政來講 只要中華民國這個土匪政權 執政的是民進黨 他就不土匪了 執政的是國民黨 他就是土匪了 國慶主辦如果是民進黨 他就不土匪了 國慶的主辦如果是國民黨 他就土匪了 那就是這樣 所以他土匪他不土匪 都是看黨派的 很可悲啦 楊大政 真的是看不起你 看不起你這種人 如果你今天一毛錢 中華民國的補助都沒有拿 你講這種話 我還尊重你 你拿了這麼多 賺了這麼多 你還這樣罵 說罵中華民國是土匪政權 我講真的 不要說是中華民國了 今天就算你去 中華人民共和國好不好 我們一個台灣藝人 假設去中華人民共和國 去賺那裡的錢 然後去參加他們的國慶 國慶表演好不好 你最多就不要講話 你也不會去罵人家是什麼 共匪啊去罵這樣 就算一個台灣人 在大陸賺一堆錢 然後最後他罵大陸是共匪 我都覺得這非常不妥 因為畢竟 人家給你賺了這麼多錢 何況一個台灣人 你自己在中華民國賺了這麼 參加了這麼多案子 拿了這麼多補助 你反過頭還罵中華民國是土匪 你真的要不要臉 我覺得你才是個賊 國賊 哈囉大家好 感謝收看我們二台用心直播的節目 如果喜歡的話 也請給我們點鼓勵 幫我們按下訂閱加分享吧 並可以在每週一至週五 同一個時間 繼續收看我們的節目喔 現在我想要來分享一個 我很愛用的產品 就是中天保養品牌KS 推出的新品 K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它的成分非常的厲害 有媲美藍光神爛的炸藻之翠 能防禦環境裡3C商品 及各種光源對肌膚造成的傷害 還添加黃金海藻成分 幫助肌膚維持年輕 這支K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無論是我的日常外出 或是海邊都是必備的啦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選擇這支KS Royal Care 皇家呵護系列的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防曬隔離一次解決 抗光動力一停就搞定 你的保養日常就叫KS吧 一定會有朋友會問 這支擦起來會不會黏黏的 放心 這支K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擦起來非常的清爽 不含香料 兒童 孕婦 全家人都可以使用 呵護您也呵護全家人 快到快點購下單 記得輸入推薦碼 852會有更多折扣喔